青海无上师曾大理推销壁谷著作的作者 杰斯穆英译著Jazmuhin 出生于1957年 澳大利亚挪威裔演说家兼作家 其称经由灵修已经达到不虚 依靠实体实物为生的境界 自1993年起成为著名的实记者 此人明显就是个大骗子 其理念已经至少害死三人 青海无上师的电视频道 甚至推广过壁谷怀孕的理念 并大肆宣扬这种谬论 青海无上师其他威严耸听 的话题还包括古代太空人麦田怪圈 江本胜 亦著江本胜 日本作家商人国际波动之友会会长 著有伪科学作品《水之道答案》 的水之道答案 2012事件末日 古埃及金字塔是UFO的灯塔太阳药班 毛发分析动物交流 替代疗法和金星上存在生命等 青海无上师他还时常向自己的信徒 介绍自创的所谓独一无二的各种伪科学理念 例如存在着诸神派别 以及地域和下方世界的入口 并称这甚至可能是人类 战争为什么持续不断的原因 除了青海无上师电视台 青海的组织在网集网络的存在也是非常普遍的 有人斥责观音法门是网络邪教 利用网络来获得更多曝光率和更多的追随者 青海无上师的组织利用无数个网站 像洪水般用正面信息来淹没搜寻引擎页面 甚至将触角伸到智慧型手机应用程式中 除了四处宣传 青海无上师的追随者还对监控评论表现十分活跃 常年有人对维基百科下的 青海无上师条目进行蹲点监控清除 并对对其不利言论进行稀释 其追随者还在亚马逊堆砌评论愚弄评分系统 青海无上师的教义倾向宣传世界末日 他的关于宇宙灾难 气候变化和环境崩溃的警告 甚至让环境狂热分子前美国副总统戈尔都相行见处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关于气候变暖的科学共识是错的 或者说这是一个不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只是担心这种危言耸听缺乏根据的说法 以及青海提出来的过分简单的解决方法 并不能让公众真正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甚至在某些方面起到相反作用 那么话又说回来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我并不是愤世嫉俗 或者呼吁大家联合抵制所有的宗教背景参馆 除了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趣外 我还认为 当我们用美元养福一个滥用权力 不道德的领袖 或者支撑一个操纵他人的组织时 应该谨慎小心 评判一个实物来源的好坏 不仅仅要看他是不是肉做的 还有我们不能因为 青海无上师他做了很多好事 或者因为至少青海无上师 他传播了素食主义的理念 便对那些合理的批判予以漠视 我不能说以上的批评言论适用 于所有青海无上师世界会的餐馆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还有很多 所以要不要光顾 青海无上师旗下的生意是个人的选择 他存在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